近期资生堂旗下的知名品牌NARS举办了某活动 脑子一热邀请了柯振东出席 柯振东也欣喜连连 执发微博INS表示感谢 但网友并不买账 对于涉毒艺人的身份 网友直接选择拒绝 甚至连NARS口碑都直线下降 不得不公开声明开始道歉 为什么招到网友攻击 柯振东和NARS心里没点输 总想抠击摸狗 总想有侥幸心理 总想着大家脑袋不好使早就忘了 总想着急不可耐洗白捞钱 要是说这是低调进行 柯振东为以后付出世事水 然后公关团队再努努力 水军控制一下评论走向 这事情也就过去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 话语权最重的人民日报发文直接对了 7月2日 人民日报在个人公众号上直接首页 推送一篇文章涉毒艺人为资生堂NARS站台 文章主旨很简单 涉毒艺人想要付出 网友不买单 为什么选择反对而不是原谅 因为涉毒艺人都活该 对不起那些缉毒警察 甚至对于请了涉毒艺人的大品牌资生堂 直接红字标出NARS是嫌自己太火想要凉凉呢 正如网友说的 大家其实并不是反对涉毒艺人的改过自新 而是作为一个艺人 在法律面前容不下情面 对于原则问题不得越过半步雷池 网友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 化妆品和缉毒警察的分量 一目了然 如果柯震东吸毒之后又堂而皇之地付出 捞钱 笑着代言 作为偶像追捧 那么 九泉之下 那些奋斗一生 冒死拼搏的军人 那些倒在第一线的缉毒警察 该有多心寒 该有多心寒